英国BBC法新社记者在上海 目击中共启动维问和言论审查 盘查民众手机 要求删除民众抗议等相关照片 北京专栏作家蔡胜坤也在推特分享 没有参加抗议的武汉商户 也遭到警方传唤抓捕 针对中共警察非法抓捕民众的情况 中国人权律师团在推特分享 目前已有28位律师挺身而出 愿意免费提供法律经验分享 并附上各个律师的电话 其中之一的卢廷格律师接受大纪元采访 表示普通民众可能被采取强制措施 传唤等 作为律师 觉得有义务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 并指出民众提建议发表看法 中共就采取压制措施 甚至是抓捕是违法的 有网友从法律的角度给出对策 建议把中共宪法第37条第40条 出示给警察看 宪法保障公民人身自由权 公民通行自由和通信秘密受保护权 也有网友教学防止手机讯息被警察获取的方式 保护自己 新唐人亚太电视黄亮剑张瑞珍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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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